好 不過橘子為什麼跑到了這個日本去 蘇培就質疑這麼巧 柯文哲的兒子就在日本 所以這個蘇培怎麼看這個橘子 到底可能在金華城裡面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橘子在金華城裡面扮演的角色 應該就是陪著柯文哲 所以大家都在講說橘子可能是一個 這個比李文中更重要的帳房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最重要的帳房還是李文中 因為李文中是對外的 而橘子是做什麼用的 管柯文哲個人的錢包 所以大家記不記得李文中曾經 匯了木可的四百五十萬給柯文哲 對 也從這個這個民眾黨的選舉 補助款匯錢給柯文哲 結果柯文哲都說什麼 他不知道 對 所以我認為真正管柯文哲的 帳戶的那個人就是橘子 所以橘子是管所有的錢 公家的錢是李文中管的 進到公庫的錢 全部都是李文中管的 但是進到柯文哲私人口袋的錢 有可能就是許子瑜管的 就是橘子管的 所以橘子的角色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對 因為他管的是柯文哲 真正這些錢流到柯文哲口袋的 那個關鍵 因為大家都現在都知道啊 可以看得出來 包含威京集團在二一的這個 二零二這個便當會之後 找人投存了兩百一十萬給柯文哲 對 但是這些錢有沒有進到柯文哲的 賬戶裡面去 沒有 因為他進到民眾黨黨庫 那所以現在大家如果再找金流 這個許子瑜如果重要 可能的就是他管的那個賬 就是柯文哲的私障 所有的公帳流入柯文哲的私障的部分 就在許子瑜手上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應小微被調查的前一天 柯文哲居然就叫這個橘子就出國去日本 而且還矚目舉止要把錢管好 對啊 什麼錢得保護好 而且一個女孩子出國能帶多少錢 很簡單啊 如果他只是出國去留學的話 很多都是刷卡就可以了 對啊 為什麼要帶那麼多的錢 所以是不是他就是帶著柯文哲的私障 就出國了 而去的那個國家又這麼剛好 就是柯文哲兒子所在的國家 所以有人開玩笑講說 所以柯文哲被這個羈押之後 這個他兒子就在日本大吃和牛 是不是就拿了他錢 講難聽一點 他只要帶一顆USB裡面 如果有這個金鑰就夠了 是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柯文哲到底有多少個USB 柯文哲現在講 我們所知道的是 他被檢察官所調查到的那個USB 但是橘子在今天媒體的報導裡面 橘子也帶了一個USB 而且橘子也管USB 所以橘子的那個USB 其實是不是大家之前一直在講的說 有沒有可能是有什麼冷錢包什麼的 不曉得 但有沒有可能是有可能 有可能啊 因為現在這個橘子看來就是非常重要 那我先講一下 橘子當時是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柯文哲連任市長的時候 在選舉過程當中的一個這個志工 但是選完之後 他就被安排在台北市政府的社會局擔任機要 那時候其實我們很多議員就接到陳群啊 就說這個柯文哲安排了遠房親戚 進到社會局去擔機要 那時候大家非常訝異 因為很多的市長會安排自己的機要 掛在很多的局處底下 但通常不會掛在兩個局處 一個是社會局一個是衛生局 為什麼因為這兩個單位都是直接服務市民的角色 比如說長照 然後這個社會福利社工 都是很吃重人力的局處 所以不會有市長這麼白目 去把你自己的機要人力 去掛在這兩個局處上面 而柯文哲就是直接把橘子掛在社會局 所以那時候社會局大家大爆炸 就覺得我已經沒有人 社工的人力就已經夠吃緊 我聘社工都不夠了 結果你市長居然用你的機要 來吃我的扣打 對啊 照我一個缺 是 所以大家就非常非常的爆炸 所以就跟所有的議員去進行陳情 後來這個被傳出來的消息是說 他其實是柯媽媽遠房親戚的孫子 而且叫柯文哲叫阿伯 所以才會留在臺北市裡面 然後針對這件事情還傳出來 就是柯媽媽太后甘政 所以去安排相關的人等在這個柯文哲身邊 不過許子瑜因為呢 雖然他就是一個很年輕 然後大家也覺得他就是家境很好 所以這個在跟人家應對進退的時候 其實常常就是那個分寸有點像屁孩 但是他對柯文哲來講是非常非常忠心的 所以你要看他的關係 既有遠親關係 又是柯媽媽交代 然後家境又很好 所以對於柯文哲的來講話 這樣子的人來管內障 不是嘟嘟厚 柯文哲多麼不容易信任別人 他這麼相信他 他不信任蔡壁如 蔡壁如跟他那麼久 可是他對他來講 蔡壁如就是奴才 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蔡壁如去執行 但對於舉止來講 他就是還有一個親戚的關係 雖然說他們那個關係很遠很遠 可是因為柯媽媽信任 然後把他安排在旁邊 他長久以來的表現 也對柯文哲來講很很信的過 所以我覺得他會繼續留在旁邊 包含柯文哲在市長後期的時候 跟財團見面 也都是許子瑜跟在旁邊 他明明就是也不是什麼 主管所謂的這個產發業務的 柯文哲去招待財團跟財團吃飯的時候 身邊帶的是許子瑜 然後現在不是也傳出嗎 柯文哲去逃租允圓 陳志涵有去嗎 政黨小姐姐有去嗎 沒有啊 他都不知道 還有非核心的吳怡萱有去嗎 也沒有啊 這個黃國昌一直在動員小草 希望不要他變小聰的黃國昌有去嗎 沒有耶 可是人家橘子都跟在身邊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橘子是非常非常能夠信得過的人 所以把他用來管理最核心 錄到他自己葬的人是剛剛好 另外還有一個點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在後期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交信實習生吧 就是柯文哲在二零二二 你要卸任之前的時候 居然有一個財團三代 在媒體採訪的時候 跟媒體發生的衝突 還直接嗆媒體說 You miss the wrong guy 我要用我的人脈 搞死你 你以後不要在這個媒體裡面再混下去了 這麼嗆喔 是柯文哲後來因為這件事情被質詢 柯文哲直接幫他道歉 道歉是說我柯文哲做錯了 他不是罵那個實習生 可是你知道嗎 那個實習制度啊 過去柯台北市的市長是 都沒有實習制度 一直是在柯文哲的後期的時候 才有實習制度 而這個實習的制度 剛好全部都是財團的後代 然後許子瑜就是那個財團管理員的班長 你看這邊大家看得出來吧 又交給橘子了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焦子漢嘛 就是這個嗆媒體的這一個人 他們當時這一些人全部都是實習生 而現在被黃框框畫出來的 這個遠房親戚就是橘子 那時候橘子就是負責管理 所謂的這個財團實習生 那你知道嗎 柯文哲這個財團實習生啊 這個焦子漢那時候被爆料是說 焦子漢有一個不知道堂妹 表妹還是表姐姓瑪 姓瑪你知道他也在台北市政府實習 只實習了兩天喔 只實習了兩天喔 然後他就拿到實習證明 那你知道首都實習生有多好用嗎 你要去國外申請相關的學校的時候 你是一個成一個國家首都市長室的實習生 這樣子的名號很好用吧 誇張耶 兩天實習他兩天就拿到了證明 好扯喔 所以是不是 柯文哲藉由橘子 因為橘子信得過 然後他來當這些高級實習生的管理人員 也藉由他跟大家打交打打關係 培養人脈 打點財團 對 第一個是這個 第二個是說這些人的關係 是不可以讓他們知道啊 被知道議員執行 質詢到爆嘛對不對 要信得過的人來管理 而信得過的人就是橘子 所以柯文哲在後期的時候 藉由橘子去管理這些所謂的高級實習生 把這些財團的後代全部都送到市長室來渡個金 渡個贏 未來他們在申請相關的資料的時候 申請相關的學校的時候 就可以變得很好用嘛 重點還幫柯文哲拓展人脈 是 所以柯文哲過去什麼 官商勾結 刀叉吃人肉 拜託 他叫他的遠房親去去幫他 不只刀叉吃人肉 連這個財團的第二代 第三代 甚至第四代都要經營 因為他就是要吃乾麻禁 所以現在橘子被查出來 我覺得柯文哲警察抓得也淡